请收看 汇率法师冯写讲座 你始至不放那个观念 始早会出事 如果我们不学习宽恕和原谅 你这辈子会过得很悲惨的生活 宽恕别人才能放过自己 宽恕别人不是为了别人来回馈我 你对我好一点我宽恕你 不对的宽恕别人才能放过自己 所以一定要放过自己 我都说众生不善待自己 众生不懂得如何善待自己 就是一直煎熬焦虑 愤怒不满 搞到后来跳柔智商 许多不幸都从错误的知见 错误的观念来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法师军事 在对方百般痛苦愤怒之下 你千万不要再刺激他 不要再刺激他 比如说老婆得了忧郁症 台湾就是花生这种不幸 叫做产后忧郁症 产后 生孩子以后有一种忧郁症 他暴怒 开始攻击老公 有暴力的倾向 要不然就哭泣 莫名其妙的哭泣 要不然就讲电话 因为他得到重度忧郁症 一讲起电话来 电话快烧掉了 挂不下来 那有一次跟他老公吵架 老公快发疯了 你说你这样对我 就是跳楼自杀 那老公一时气愤 你其实 谁管你啊 我也快发疯了 是不是 然后就 一转身 人不见了 真的就跳楼了 来不及了 所以 虽然你是无心的 虽然你是无心的 但是这条命算你的 那一句话刺激 所以我们呢 要常常这样子 拉链之拉 苍蝇永远飞不进 对不对 闭上你的嘴巴 苍蝇永远飞不进去 是不是 所以我们呢 讲话 一言主义兴邦啊 一言主义上邦 要小心一点 讲话 尽量柔和 温暖 安慰 是不是 啊 黄太 harp 蝇永远飞不进去